当您准备靠时,注定您的晚年一帆风顺的几率比较小。 那么为什么呢? 经常听到一句话,谁的晚年不是一场腥风雪雨? 这场风雨谁带来的?子女吗?老伴吗?亲朋好友吗? 其实都不是。您就是这场风雨的始作俑者。 当您准备依赖别人,而您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时候,那么这场暴风雨即将来临,因为没有人会适事如您所愿。 所以有所老医,有所求,必然会痛苦,必然会有冲突,必然会有风雨。 那么很多人会问,老了不靠子女,我们该靠谁? 真的走不动路了,吃不了饭了,还得靠别人吗? 下面这三句话送给诸位,希望对诸位关于养养的困惑有所帮助。 70岁的我,去年在医院做了一个胶尖盘突出的手术,在医院住了十多天。 在住院的期间,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靠人不如靠自己,靠自己都不如靠钱的晚年新时生活。 两个月之前,我的腰尖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,以前都是靠中医、西疗、无法,可以慢慢的缓解。 这次吃了很多的中药,做了很多的理疗,效果都不很大,而且特别的疼痛。 于是真的受不了,就去了医院。 结果医生检查,说我的腰肌型变形,需要赶紧手术,不然的话压迫神经,可能需要坐轮椅或者卧床休息。 吓得我赶忙住院了,因为住院得有人陪伙,尤其是做完手术之后,肯定是行动不变的。 而我的老伴身体不是很好,熬不了夜。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在省外的儿子,想让他请十天假回来照顾照顾我。 我这前半生没有麻烦过儿子什么事情,只有儿子麻烦过我,让我做很多的事情。 当然了,我们作为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,麻烦是没有关系的。 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,需要人照顾吗?所以叫了儿子回来照顾我。 谁知电话刚拿过去,儿子却说,工作正忙着很多的项目,作为相关负责人,没有办法请很长时间的假,妈妈来照顾我。 等做手术的时候,他才回来。 电话刚落下,我是很无奈。 刚住院,还没安排上手术,我是特别的烦恼。 想一想,到老了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,靠自己都不如靠钱。 只能让老伴陪着我,帮我打饭,帮我扶起来做任何的事情,陪我做各样的检查。 虽然我是有人陪的,但上了年纪,老伴身体也不行,陪我跑了一天两天检查,累得够呛够呛的,边跑边说头疼,腿疼,腰累的情况。 住院这段期间,多亏了老伴照顾我。 十几天过后,出院了,回家了想一想住院的这些时间,我深刻的明白一件事情,那就是人老了,靠子女,靠老伴是靠不住的。 子女除了不孝之外,会让我无法依靠以外。 亲爱的子女,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,为了照顾自己的工作,还有小家,也会让我们难以依靠他们,必须要向钱袋看齐。 钱袋不够,不够股,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。 很多时候,你觉得有儿牛女不愁万年,其实,靠得住的还得是自己的钱袋。 记住了,经济独立是晚年幸福的基础。 你辛苦大半辈子,却在晚年,足精见负。 你含辛茹苦养她的子女,却在老年的时候,养人鼻息。 这些情况,都源于你的财务规划的忽视。 那些让你感到心酸的窘境,那些不愿意面对的现实,其实都是早年缺乏规划的结果。 再后来你会发现,正是那些年轻时的积累,让你的晚年生活变得从容不迫。 子女们可能会说,我们会照顾你的,你不用担心。 那么你要记住,我们要向钱看。 钱袋不顾骨,就是你年轻时候开始为晚年做准备,让你有能力在老年时候过上尊严的生活。 实际上,人老了,以后最大的依靠就是你自己。 任何人都有可能靠不住。 唯独你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。 当然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被自己交过。 毕竟那些比较弱的,或者说容易放弃,充满了负能量的人,自己也不会成为自己的依靠。 余生就会处于一种过得特别的舒服的状态。 可一个坚强的自己就不一样,不仅可以成为自己的依靠,而且能够让晚年生活变得更加的精彩。 一切会因此变得比较美好,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坚强。 如果当你面对生活的时候,有积极乐观的想法,不轻易被生活压迫,生活自然会变得精彩充实。 但是,与大爷交谈的过程中,我发现了,他居然还与学习智能平板、智能手机。 大爷说道,老了就该躺平吗?那是不行的。 大爷又说道,我现在正在学习用手机点外卖,网上挂号,虽然学得比较慢,但是总比不学强吧。 大爷的这种精神,让我深受感动。 他告诉我们,很多老年人,因为害怕新事物而把自己封闭起来,结果是加速了衰老。 我可不想像那样。 大爷坚定地说,趁现在还能学,我要多学一点,说不定哪天就可以用得上。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,学不可以学习。 学习不分年龄,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,或许正是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。 与大爷的交谈中,我甚至感受到了,老人生活的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寡。 健康的身体,温柔的人际关系,积极的生活态度,都是幸福万年不可缺少的东西。 人生,看似漫长,其实很短暂。 在变要的路上,请善待你身边的人,因为晚年,你可能会依靠他们。 善待身边的人,就善待自己。 在变要的路上,请用心地去陪伴爱人,哪怕只陪他一起买买菜,一起逛逛间,一起说说话。 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好,晚年就会越的越幸福。 同时,请陪伴孩子,子女的成长只有一次。 你如何陪伴他们,在晚年,他们会如何陪伴你。 记得花点时间去经营你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。 父母曾经赠予你的一份大的礼物,就是你的兄弟姐妹。 有兄弟姐妹在,无论何时,你都会活得有底气,活得有安全感,活得不孤独。 人生路上,不要过得太焦虑,不要过得太慌张。 用心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,在晚年就会收获满满幸福感。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, 墨与绸缎,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好准备。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,我们有责任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友好, 更有尊严的生活环境。 好了朋友们,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更好的小故事,欢迎下方评论一起讨论哟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